美国政府一项新的研究发现 COVID-19病毒可能早在2019年的12月 就已经在美国低水平的传播 比美国2020年1月19号正式确诊第一例早了几个星期 这项最新的研究周二发表在《临床感染疾病》的杂志上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团队分析了2020年前三个月 在美国采集的24000多个血液样本 他们发现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等五个州 至少有九个样本中检测出了COVID-19病毒的抗体 比其所在州报告第一例病毒的时间要早 其中一例是2020年的1月7号 伊利诺伊州一名献血者的抗体是呈现了阳性 那么由于抗体平均需要14天的时间产生 所以倒推估计 病毒可能早在2019年的12月24号 就已经在伊利诺伊州出现了 不过由于这份研究的报告中 没有相关人员的旅行记录 所以不知道他们是否曾经去过中国 这次的调查是美国同类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但不是唯一的一次 去年12月美国疾控中心CDC的专家 也从分析了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的7000份血液样本 发现2019年12月的中旬就有39份样本中存在着抗体 小旭首先跟我们说一下 这些研究说明了什么问题 是否说明病毒早在19年12月就已经在美国出现 并且传播了呢 这里面牵扯多方面的问题 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看到 有报告说在2019年更早的时候 有出现这个serial prevalence 就是血压里面有这个抗体 针对SARS-CoV-2的抗体 美国有这样的研究报告 欧洲去年的时候就有意大利 恩早就有这样的报告说 在意大利8、9月份 就是2019年的8、9月份就已经有病人士呈现 这个血清的这个阳性 那么在这些研究报告中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有一些这些研究报告是不是那么严谨的 那么这里面牵扯到他们所用的 这个免疫检测的方法 Elysa Essay等等 它很多这个研究的方法上 对于这个检测的特异性 Specificity 在方面缺乏更仔细的这个评估 还有的是用自己实验室设计的这个检测方法 并没有用得到确认的三页的 或者是WHO或者CDC 确定的这个免疫检测方法 这是本身一个是检测方法 可能存在非特异性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人体血液中还是有可能有其他的这个蛋白 可能被非特异性的被检测到了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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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麼他有提到就是如果把6個氨基酸 或者是7個氨基酸這麼長度的一個Peptide 一個多胎 這個去針對人體這個基因組的 表達的不同蛋白進行系列的掃描 去找這個相似性的話 那麼差不多可以找到300多個 不同的這個蛋白上有類似的Peptide 這個是非常非常罕見的 就是這個SARS-CoVid S-pro就是非常非常獨到的 過去大家知道的SARS-M20都沒有 而且你如果跟其他的這個 比如說林長類的動物比較也沒有這麼高的相似性 一般來說找到兩三個或者四五個這樣類似的 有這個分子模擬性的多胎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所以這個SARS-CoVid-2的這個分子模擬性非常強 所以這裡面會增加了很多這個檢測的這個假陽性的可能性 而這些方面普遍到目前為止 這個很多研究都沒有針對這一點 包括你剛才提到的美國 這個剛出來的這個報告 在這個臨床感染雜誌這個上面 所發表的算是比較嚴謹的一個報告 那麼這個報告本身它是用了兩個免疫檢測 兩個免疫檢測 一個是檢測這個病毒的Nuclecapsi protein 一個結構蛋白 另外是檢測基礎蛋白 是兩個檢測來保證它的特異性 所以相對來說它的這個嚴謹性要比其他的研究要好 那麼它也總共就是在這個你剛才提到2萬多例的樣品中 找到就是100多例是針對一個蛋白是有陽性的 然後它兩個檢測都用了以後 中共找到9個是有陽性的 那就是說這裡面 就是這個結果相對來說 我覺得還算是比較可靠的 所以我覺得首先從這個角度來說 就是從嚴謹性來說 因為一系列的報告很多國家都有出現過說 我在2019年很早時候就有這樣的這個陽性的報告 但是我覺得有很多是要打問號的 最難以置信的一個數據是大概是在蘇丹所做的一個血腥檢測 他說這個人群中大概有22%的人都已經是陽性了 這個比例實在是高得太離譜了 那就等於說這個蘇丹應該已經有一個大爆發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有很多研究是不嚴謹的 那麼美國這方面我覺得這個報告還是相對嚴謹的 但是他也沒有針對這個自身免疫的這個問題 影響了甲癌性的出現 這方面也沒有做更細緻的這個分析 這個是一個缺點 那另外來說我覺得這份報告的特別的意義 就是說實際上他打領了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今年去中國所做的研究報告 因為那份研究報告裡面是中國這些 官方提供的這個數據分析結果對吧 那麼他也提到了他們也檢測了這個武漢 在2019年就是秋天的時候 那些有類似流感類似COVID-19的這樣的症狀的 病人的這個血清 但是他沒有發現任何陽性的 所以這一點就是我覺得比較難以置信 因為從美國這方面報告還有其他國家報告 就是說基本上你會理解一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在一個疫情在一個地方爆發大爆發之前 那麼這個病毒肯定在這個社區有一定的流行 那麼很多人是剛開始是沒有症狀的 這個病毒剛感染人群的時候 它也有一個適應的過程 應該是這樣的 那麼就會有一些人會在這個血清中 有已經產生針對病毒的抗體 如果完全沒有突然間出來的話 就是很奇怪的現象 對吧 所以呢 所以美國做這樣一個檢測的話呢 它就能夠找到個別的這個樣本是有陽性的 那反過來就是說 實際上你世界衛生組織所謂的這個調查 你中國官方所提供的這些數據 其實是不可信的 就好像在說 比如說一個人你偷吃了蛋糕 然後你要撒謊 但是你說我沒有什麼一次 可是你卻把嘴巴抹得特別乾淨 嘴皮都抹掉了 那人就覺得這個是不是做得過分了 就是這個 完全沒有一個陽性的話 就覺得讓人不敢相信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 那麼反過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即使是血清陽性 也不能完全證明就一定是有感染的 因為畢竟是沒有得到這個病毒的樣本 就是說如果你有一個病例 你能夠分從這個樣本中 確切檢測到這個病毒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然後最好就是他的旅行室 臨床診療都完全匹配 那麼就比較能夠確定 這是一個很早的一個病例 那現在這個研究裡面 對這方面也還是欠缺 是 我們可以從這個血液樣本裡面 能夠去進行病毒的分離 然後從而進行基因測序嗎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這樣做的話 可能就會知道它這個病毒株 它的基因組譜到底是來自哪裡 我們看到很多疫情爆發第一例 它的族譜追蹤下去都是武漢的這個毒株 現在可以做到這樣嗎 這個是很有意思的問題 因為我細看了一下美國這份報告 它實際上之所以能拿到這個樣品 是因為當初它這個研究叫做一個Olova study 它本身就是特意在美國的很多人群 不同的種族人群中收集他們的這個血液 而且是有意思要想要做進行測序的 所以它這些樣本的保存上面 它肯定是比較充分的 那有可能能夠做這個 比如說做這個RNA的提取 然後就是進行這個測序 看看能不能找到這個全病毒的這個序列等等 所以美國這些樣品倒是我覺得有可能 後續也可能會有這個基因測序的這個報告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比如說像中國的一方面 因為基本上是常規的醫院的這些病人的樣品收集過來 那麼很多樣品它不見得有這個長期保存 那麼如果不是在-80度或者是液氮的情況下保存 那麼已經一年半過去了 那裡面的這個RNA什麼都會降解的很厲害 基本上你很難得到比較理想的一個測序的結果 就是很多RNA都已經自力破碎降解掉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對於整個基因測序的話是很難的 所以現在要追溯從病毒的這個基因序列上 或者某個病毒蛋白的這個序列上進行追溯的話 肯定有很大的難度 是 您剛才也提到說世衛的這個報告提到 中共它自己宣稱它對它武漢周邊2019年秋季的一些 血液樣品進行了一些檢測 說沒有抗體 可是我們也知道世衛第一階段調查團的它的成員 它2月份說他們敦促中共對2019年秋季 在湖北周邊收集的這血液樣本進行更廣泛的檢測 但是中共的一些部門是回覆說他們沒有權限 沒有獲得這樣的權限來測試血庫裡的樣本 所以到底是測還是沒測 這裡面就牽扯到世界衛生組織他們已經注意到 比如說在武漢在2019年秋天的時候 大概有90個病人的這個癌症狀 它是很接近於COVID-19的 那麼當然世界衛生組織這些專家就會要求 對這些樣品做進一步的檢測等等 中國方面就牽扯到 就說到底想不想真的配合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中國這個體制下面 如果官方要求檢測 怎麼可能是沒有權限的問題呢 而且整個世衛組織去調查的話 其實是中國官方從一開始就有這個權限 就是說甚至能夠決定世界衛生組織 能夠派哪些官員在這個調查團之中的 所以中國官方是有很大的權限 能夠充分配合的 那麼你要調動當地的血庫 提供一些樣本到當地不同的醫院 把他們的這個樣本調動出來 把他的醫療記錄調動出來 這個都一點都沒有難度的事情 只是說有沒有意願配合的問題 是 就像您剛才講的 它是一個有沒有意願配合的問題 那如果就像中共現在自己所做的 它就宣稱它測了 但是沒有這樣的抗體 那現在好像反而變成了一個局面 就是誰主動 比如說像美國現在它主動去測 2020年3月份這個大面積的血液樣本的話 好像是誰更主動 誰更有透明度 誰更好像面對一個不利的局面 因為我們也看到 美國昨天把這個報告發布出來以後 中共官方非常的高興 立刻大面積的轉發 好像非常符合它一貫的論調 就是這個病毒來源於美國 所以您怎麼看這個情況呢 那實際上還是牽扯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兩個概念的區別吧 一個就是這個疫情溯源 還有一個病毒溯源的問題嘛 以前講過就是這個關鍵 對於全球來說最重要的是疫情溯源 對於武漢這個疫情是怎麼起來的 那麼這個零號病人是誰 病毒是怎麼傳染到社區的 有沒有這個中間的動物宿主等等 對吧 那這個是疫情溯源 就是武漢這件事情 你到底是怎麼造成武漢的大爆發 然後怎麼造成這個病毒傳染到全球 這是全球最關心的問題 對吧 那至於說這個病毒最早什麼時候 比如說跨界了 什麼時候在人群中已經悄悄流傳了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的 就是病毒更長時間的溯源 而且你可以看到如果真的這個病毒是從美國來的 那麼就算是就算是像中共所說的是 美國比如說這個Baditry這個實驗室洩漏出來 那你也應該在這個美國馬里蘭州 這個實驗室所在的這個州的這個郡啊 或者附近 你應該看到有爆發的這個案例啊 可是美國沒有這樣的病例嘛 對不對 所以你仍然的問題就是武漢這個疫情是怎麼起來的 對吧 然後你是怎麼把它傳到全球去的 所以中共當然這個對於國內的這個大內宣來說 當然它是要大面積渲染這件事情 讓更多的中國人相信這個病毒來源於美國 所以我覺得這是中共自己維穩的需要